哈喽,大家好,我是Andy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呢 就是全免费的VPN 它可以在那个苹果手机上 安卓手机上 包括Windows电脑上使用 它的速度相当的OK 虽然说是不收费 但是说跟其他类一些收费的 这个不想上下 甚至说比一些收费的还要快 那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我用的得心应手 普通来讲在手机上 看一些YouTube什么视频 只要不是四开八开的 基本上都完全可以满足要求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这款VPN叫小牛加速器 这是它的官网 那等一下我会在我的视频下方 把这个网址分享出来 给大家使用 当然的话 这一个是需要一个翻墙 才可以也可以用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官网这边 它有一个LS系统的 有一个Windows系统的 有一个安卓系统的 那么苹果平板电脑的系统的 还在开发当中 那么这个加速器 它有三个好处 一个是免费 那完全免费 然后它有一个是安全 非常的安全 它不会窃取你的上网内容什么东西的 第三个呢 它就是非常稳定 那么它在三十多个国家有两千多台服务器 非常稳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LS 这个LS的话呢 要在这个你的苹果手机上去下载 那主要条件是你可以翻墙 或者说你有美区的或者港区的 反正就是国外的一个苹果ID 那么这里非常贴心 假设你没有中国大陆的苹果ID的话呢 它下面还有几个方法 让你去创建一个 就是注册一个国外的苹果ID 当然这个你要是能翻墙的话 就非常简单的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就是在谷歌浏览区里面 直接注册那个苹果ID 非常方便的 也不用手机号码验证什么的 非常方便 大家有需要的话呢 我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 来讲这个就是美区的苹果ID的一个注册 包括谷歌账号的一个注册 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讲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一下这个 安卓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卓的 目前来讲 大家也朝下来看一下 今天我看到这个windows版本的 它现在在维修当中 也就是目前不能下载不能用 我们今天以这个安卓的演示一下 安卓版的首先OK在手机上扫码下载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我们正常用这个浏览器 用这些手机上浏览器 来扫码下载就没有了 现在在下载当中 那就是这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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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X VPN的这一个 那我们点击安装 我可以继续 我可以继续安装 这个安装很快的啊 一下就成功了 那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一次打开了可能有点慢 大家不要着急 然后把这个广告给它擦掉 以前是没有广告的 以前用是没有广告的 我们现在现在新版本的有广告 以前是非常好用的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界面的非常简洁 那它下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有一个自能选漏 自能选漏 自能选漏 自能选漏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非常的多 美国 德国 香港什么的 应该有15个左右吧 15个左右 那么自能选漏的话呢 它就是自动给你匹配漏线 假设要手动选的话 也可以 手动选也可以啊 你可以选美国啊 德国 香港 日本等等 都可以的 那么下面这边有一个路由规则 路由规则就是一个自能分流 跟全球代理 那么自能分流呢 就是说 你当你上国外网站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用 当你上国内网站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用 你不用这个切换来切换去 你不用这个 一会儿连接 一会儿就把蛋开啊 不用了 那么这个全球代理呢 就是说 所有的都是 都是用到国外的啊 就是翻转过去的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就来连一下美国的这个网 我们点到美国的这个 选漏以后呢 我们就点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点了以后 它就会自动连接 这个地方我们同意 确定 这个捐赠就把它擦掉 不用捐赠的了啊 那么现在美国网也连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它的信号 这个地方信号啊 现在是 四个信号 好像信号不是太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看看 我们上YouTube来看看 现在好了 好现在是五个信号了 满的了 那我们现在打开谷歌浏览去 我们试一下YouTube 看一下YouTube视频 它的这个 呃 信号的全都怎么样 速度怎么样 这个打开来稍微有一点慢啊 我们把它切换一下 不要这个桌面网站版 我们把它切换到正常版本 好吧 正常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加载也是非常ok的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基本上没什么压力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视频看一下 大併上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那 打开以后呢 基本上是速度还是蛮快的 速度还是蛮快的啊 这个视频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快进稍微有一点卡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速度 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速度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720P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怎么样 那它现在的速度跑到7圈多 把它7圈多开啊 7圈400多开 7500多开 在这里 那 我们再来快进一下看看 在7圈多开的时候呢 这个快进它还是稍微有点卡登的 我们来换一下这个1080P 这个视频没有1080P 没有1080P 那我们换一个 换个视频 再测一下 看看1080P的时候高兴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我们随便点一个视频看一下 这个是广告 OK 我们通过广告 我们看看这一个应该是有 那这里有1080P 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看一下统计统讯息 那现在是跑到4600K 4600K 4600K 那大家看现在播放什么问题 还算是比较流畅 那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我们快进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1080P的时候呢 现在是下午的5点27分啊 现在1080P的还是稍微有点慢的 当然是这个跟我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啊 现在网速不是特别快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上面的一个网速啊 上面这个网速 每秒是1.5兆1.6兆 刚才是2兆多 那现在都是2兆多 那么播放这个视频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OK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那有一些小伙伴 假设这个手机还不能翻墙的话 不能装这个APP的话呢 我也会把APP这个下载好 然后放到这个下面 我会弄一个链切啊 分享给你们 两费分享给你们 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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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